他来了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翔子 他来了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翔子 2021年春晚 周杰伦是所有当红明星中最后出场的 出场方式很特别 采用云录制的形式 唱了一首很欢快的 Mojito 音乐没有什么惊喜 反倒是周杰伦的样貌 让人有些惊讶 发福太多了 不看节目单 还以为来的是陈赫呢 毕竟两人体型 脸型 五官 眼神和发型都很像 不知不觉 这已经是周杰伦第六次上春晚了 从2004年到2021年 17年的时光里 周杰伦变成了周杰伦Pro Plus 其实这次春晚上看到的周杰伦 还是显瘦的了 他最近被拍到的画面 更震撼一些 同样是多年来 多次上春晚的刘德华 情况就大不相同 从1995年第一次登上春晚舞台 到现在26年过去了 59岁的他还是那么帅气 状态令人福气 周杰伦在身材管理方面 正该向自己的偶像刘德华 学习一下 当然 虽说周杰伦发福了 但这些年来 他在春晚的表演都挺精彩的 各种台艺都有 下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顺便感受一下 他是怎么一步步长胖的 2004年春晚 周杰伦表演自己 2002年发的歌曲 龙泉 那时周杰伦才开始爆红 25岁的年纪 很有少年气 虽然说不上帅 但是酷呆了 如今春晚嘉宾的服装 多多少少都带点红 大部分是大红 而周杰伦当时穿得很随意 一条蓝色夹克外套 龙泉的舞台 十分精彩 周杰伦秀了很多才艺 一出场就打鼓 歌曲是现在 很流行的Rap 歌词恢红大气 他中间还插入了 戏曲枪和Bbox 周杰伦还秀了 有模有样的武术 连侧翻都出来了 整个舞台非常然 如今再回来 看 浪解 追歌等舞台 发现都是周杰伦完胜的了 2008年春晚 周杰伦第二次上春晚 演唱才发行不久的 中国风歌曲《青花词》 这首歌也是 他非常火的一首歌 这次舞台 周杰伦就安安静静唱歌 中间还下了人工雨 淡雾弥漫 画风很符合 这首歌的意境 才过去四年 周杰伦身上那种 桀骜不驯的气质 已经消磨掉了 多了几分稳重 当时周杰伦打扮 也时尚一些了 以为那种 沙马特的感觉 看起来 多了几分帅气 2009年春晚 周杰伦跟女歌手 合作自己2006年 发的歌曲 《本草纲目》 这首歌曲风 跟龙泉一样 舞台上身着金色外套的 周杰伦大秀才艺 打鼓 耍双结棍 边耍双结棍边打鼓 还跳街舞 酷毕了 当时周杰伦 已30岁 正处在事业巅峰 意气风发 当晚他的发型 比较酷血 虽然没刘海 遮住额头 但看起来 并不丑 关键是当时 他还很瘦 腹部没坠肉 伸手敏捷 2011年 周杰伦第四次上春晚 和林志玲合作 演唱中国风歌曲 蓝婷旭 舞台跟青花词 比较像 安安静静唱歌 不同的是 这次多了一把扇子 在手中 稍微把弄一下 那时周杰伦 才32岁 但肉眼可见 已经开始发胡了 下巴和脸上的肉多了 脖子稍微粗了 七年后 周杰伦第五次 登上春晚的舞台 唱很火的歌曲 告白气球 自那以后 周杰伦的曲风 已大变 主打浪漫甜蜜了 这次表演 结合了魔术 通过背后的屏幕来 呈现比较魔幻的画面 虚实结合 充满了浪漫的气息 很有趣 2018年 周杰伦已是二胎老爸 跟昆林婚姻美满 拥有幸福的家 不仅曲风变甜蜜了 整个人也幸福肥了 从那时开始 他外表上 已经跟陈赫 达到百分之九十的相似度 到了2021年 周杰伦 第六次上春晚 第一次采用了云录制的形式 唱了很欢快的甜歌 Mojito 某些瞬间真的 让人以为表演的是陈赫 看了之后 真诚的希望 能看到陈赫上 百遍大咖秀 模仿一下周杰伦 17年来 周杰伦上了六次春晚 难得的是 他这么多年来 一直红火 新歌一直受欢迎 代表做无数 专心做音乐 能够有这样的成绩 在娱乐圈 实在太难得了 这也证明他在音乐上 真的是才华横溢 他的表演也透露了 他多才多艺的一面 魔术 钢琴 吉他 双截棍 武术 打鼓 街舞 不过后面两次上春晚 周杰伦的表演 跟吃钱比起来 还是显得敷衍一些了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